很多人在crypto就好像在股市一样 很喜欢trade,很喜欢频密trade,出出入入 我说的不是algo,说的是人手出出入入 这样来trade,algo另计 或者一些机械人另计 这条片想讲呢 就是为什么在 Bitcoin摸顶的时候 去到69,000的时候买 到现在都依然是赚钱 可以赚到超过80% 首先我们来到CoinGecko 这里看看 大家都知道 Bitcoin的话 去到最低位 和最高位 我们在这里 都是可以来到去查到的 CoinGecko这里 Bitcoin我们看一看 它的最高位 All Time High 其实就在2021年的时候 11月10号创造 因为大家都知道 2021年 那时候去到2022年头 都是一个叫做 DeFi Summer 的一个 牛市 虚拟的牛市 当时很兴奋 FTX也都没爆 最高那时候 就冲到 69,000 美金 一粒 到现在 跌了27% 比起现在 因为现在 现价 今天 就刚刚过了 500,000 对不对 比起现价 其实 依然是 跌了 620几个 percent 好了我们可以看 Bitcoin 这个 在2021年4月 那时候 冲高到 去到 63,000 然后转转 又跌下 去到 3万多 然后又 冲上去 这个 最高位 就去到 69,000 那我们看一看 其实那个 缺效 在哪里呢 为什么说 你就算 69,000 买Bitcoin 到现在 都可以赚钱 其实那个缺业就是 DCA DCA 全部 Daily Cost Averaging 就是平均成本化 那我们用这个工具 计数机 我们就会是用Bitcoin 那我们就计了 每一日 我们来到去 每日买 那就平均成本化 每日买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买呢 就由2021年11月10号 就是当时Bitcoin创了新高 69,000的时候 那一日 开始来算 算到今天呢 去到2024年的 2月13号 这样一路买 每一日就100元美金 那就是780元港币 是不是 这样的时候我们看一看 Total用了多少钱 2021年到到11月 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每一日就780元 计划 到现在经过了800多日之后呢 Total如果你这样买的话呢 即是你买了60 几万港币 65万左右的港币 这样的时候呢 你其实到今天为止 这个算了 其实你 赚的话 是赚到 80% 那就是说呢 你现在 整个portfolio 如果用美金算 你 即是8万2 invest了 那到今天呢 整个portfolio 如果你今天放的话 就已经赚了80% 就去到差不多是 15万美金 那所以呢 DCA 就是 Dollar Cost Averaging 基本上就是 没得 即是 与其你 出出入入 即是 Trade来Trade去 又要付手续费 又有时 不合 Timing 如果你长期看好 Bitcoin 都不如乖乖 什么都不用想 那就用DCA 这个方法 平均成本法 每日 帮你买 即是去到高位的时候 你每一日 set了100元 他就帮你买少一点 当你Bitcoin 是在低位的时候 每一日你都买100元美金的时候 那天 他就帮你买到 多一点的Bitcoin 那是叫做最无脑 而又可以长期 Bitcoin 耗得住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亦都可以比较下 如果你不是每一日买的 那你每个礼拜买 究竟差多远呢 那每个礼拜买的话呢 其实就跟每一日买 就不差得多 因为刚才讲的 那个 赚幅是80% 那你每个礼拜买的话 其实就去到79 其实跟刚才那个是差0.5 左右 0.5%左右 那如果我不是每个礼拜 不是每日 不是每个礼拜 我每两个礼拜买又怎样 其实都不是差很远的 你看到都是有78% 那就是说 每两个礼拜 78% 刚才每个礼拜呢 就79点 每日买呢 就80 其实都是差1 至2%内 那我们看看 如果每个月买又如何 每个月买呢 其实你见到 都是去到78% 所以呢 分别呢 其实就不大的 那当然 买多少银马 你自己可以 来到去 去调节 那这个计数机 我都会放在 妙术栏 那你可以去到参考 如果你都喜欢我 这些的影片 你觉得都 学到东西 都对你有帮助 对你有所启发的 那希望你给个like我 也可以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 那等多些人知道 Crypto 究竟 加密币是什么 是什么 Thank you 我都会放在这边 就会放在这边